中旅中遥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暑假期间 许多大学生都来找实习的机会 希望能从实习当中累积工作的经验 来自台湾就读参与科系的六名大学生 很幸运的来到南加州各大旅馆实习 他们都是南加州台湾旅馆同业工会 所创办的暑期在职训练营的学员 到美国来议员实习的美梦 更从实习当中发现台美两地 参与管理真的差很大 本工我觉得非常的仔细 然后非常的棒 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整个旅馆 然后去那个 可以完整的去服侍客人 然后让客人对我们的那个信用度大增这样 我在餐厅这里 然后有小费这个制度 然后像台湾就没有 所以我们小费都一定要拿给 他们的主收 然后他们才会分发给我们 我现在是在Front Desk 然后我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台湾 就是没有那么仔细 然后也都没有分得那么细 我之前也有在饭店实习过 然后只是台湾可能没有那么照顾员工吧 因为这里的话 在我们饭店 我们只要工作五个小时 就必须休息三十分钟 他能够把我们美国的旅馆的经营的理念 灌输他们 那么所以我们才会安排他们去亚特兰达 去看美国这个洲际旅馆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旅馆系统去学习 那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 分享宝贵的实习心得 学员们也表示 从工作中看到美国人敬业跟服务的热忱 是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主办单位表示 由于大家来自台湾 都是旅馆经营者 所以头一次举办暑期实习计划 一方面回馈台湾 也能帮助有自在参与的发展的学生 这次实习为期一个半月 预计8月中旬完成训练跟结业 8月底返回台湾 9月底返回台湾